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也是小曼的卖聊,上一期我们说到 英雄协会开始招贤那是,龙卷和金属骑士进了协会的黑名单,同时新英雄协会成立,开始挖协会的墙角 RS级英雄也都各有打算,散了散,走了走,那么面对新协会的邀请,金洛斯会跳藏吗? 经过恶狼一战,他的战力是否得到提升了呢?让我们一起往下看吧! 此时,在我爱世的街道,一群怪人蜂拥而至,瞧着长相仍摸狗样,而他们便是呼吸怪人森林族,此时正朝着市中心的方向进行侵略 不仅征服大楼,就连道路都被蔓延的植物给覆盖封锁了,没错,他们要将全人类作为肥料,让地球恢复绿意,缩着便伸出右臂,继续蔓延藤腕 突然,一个鞭炮扔出,只听邦的一声,在怪人的身前炸开了,可这不温不火的威力,对这些植物来说,根本看不到明显的效果 这就让炸弹超人尴尬了,不过,好在是减换了他们的行动,但他们自己的处境就不容乐观了 已经是被完全包围的状态,这样下去刮不敌重啊 而且,要是被那触手残上的话,就完蛋了,所以需要集中一点突破 听词,A级魔术妙手率先发起了攻击,只见那手杖在他手中不停旋转 随即便变化成了个烟枪,催出了七色烟幕,现场瞬间就变得那是烟雾缭绕啊 紧接着又摘下帽子,去吧皮卡丘,去吧柠檬巴鸭 就是现在,趁他们被干扰的时候冲出去,可这能见度咋也看不见啊 而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加里敦武士突然上千表示道 自己能感知和敌人之间的距离,这种能力便是自己窝居了十年的成果 使得自己的武感异常发达,但有一个局限性,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 所以,只能感应到侵入到他个人空间的敌人 呦,皮掉了两只,我们往三点钟方向前进,我也来帮忙 有两米有敌人,嘿哈 后方1.5米敌人靠近,哼 十点钟方向2.5米处有敌人,哼 然后此时,炸弹超人发觉,白鸭的声音好像消失了 可这才过去三分钟呀,这就全军覆没了 同时,鹰雾也在逐渐散去,该来的终究还是得来啊 随即便做好了战斗的姿态 加此,环保温发现了个突破点 把前面那几只撞开,似乎就能突出从围呢 听词,炸弹超人立马拿出了炸药 这种程度的肯定能炸飞 只要爆炸后,大家立刻冲出去就行 成功了,逃出来了 你们这群可真的人类 正以为本森林王会放跑你们吗 好,好巨大 而就在环保温惊恐之时 魔术妙手已叙了一口气 嗯,好浓的大酸味啊 敢熏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的孩子们呀,来吃新的肥料吧 吃了,继续进军 原来如此,这火力看来行得通呀 真不愧是扩散了博士,能与龙进一战了 正想赶快去找老师,请求再次切磋呢 但在那之前,我会先把你除掉 你又换新年间咯 是,老师也换座处了呀 嘿,之前的那个房子变成废墟了嘛 监装,监洛斯立马准备向英雄协会交涉 给老师换个大房间 但被兔头一口回绝了 直言是自己要求最小的一间的 这样心情比较能平静下来 原来如此,那我明天也搬过来 就放到那个角落的位置好了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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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而后,点听兔头表示 这里的空间比之前的小太多了 两人实在没法一起住啊 但监洛斯仗着自己机器里没有屁 一定要住下 哪怕只有一个能坐下的空间就行 您就当做屋子里添了件家具就好了 这兔头哪能啊 不不不不不,太恐怖了 可监洛斯哪那么容易就放弃了 我毕竟是你土地啊 可你就算观察我的日常生活 也学不到什么啦 不能这么说呢 于是又掏出了那小本本 喷啦喷啦的翻了起来 看了兔头那是眉头紧锁 呃,话说回来 我有一个不前之请 能请您再和我切磋一次吗 一天又加大 兔头立马就来来新智 哦,刚好我也真想出去走走呢 找个宽敞的地方吧 最近怪人还真多呀 找个怪人可比找只敲行虫更容易哦 是的呢 今天我也刚处理完一个事件 就这附近吧 好的 那么就请多多指教 哇哦,好自言 啊嘞,怎么了吗?不攻击了? 是,果然还是算了吧 就算进行切磋 我也只会弄脏老师的衣服 而后又认真的问起了兔头 最近有没有稍微变强了点 嗯,姑且算是变强了吧 毕竟换过零件了嘛 换了零件 就真的能变强吗? 听此 兔头也惆怅了起来 他失落了 这个时候应该以师父的口吻鼓励几句吧 于是 丁巴转换成了认真脸一本正经道 杰洛斯 你刚刚那个闪闪发光会冻的东西 那个 超级耀眼呀 同时还表示 先不论他到底有没有变强 总之 那个真的耀眼倒不行哦 呃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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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穷了 还有啥还有啥 让我想想还有啥 而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杰洛斯更是怀疑人生了 老师刚刚那模样 可不仅仅是因为耀眼而闭上了眼睛 更多的是 对自己的墙丝毫不在乎啊 潜于老师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我压根露不了他的眼 成为徒弟后 已经过了两个月 在老师看来 我没有任何成长忙 可其实 他自己也隐隐察觉到了 自己的实力 仍旧连老师的脚后跟都管不着 这种停滞不前的感觉 让人无法忽视 虽然老师出了个 将自己的英雄排名 提升至前十以内的课题 但最近自己总是在一个 程度远定于老师的环境中竞争 这种现状 则是令人堪忧啊 如果再这样下去 自己岂不是永远无法获得 自己所向往的强大 所以 经过深思所虑 他决定 改变一下 自己所置身的环境 呃 你这话题的跨度也太大了吧 而后 又听坚洛斯继续说道 不久后 将为成立新的英雄组织 尼尔黑洛斯 老师 应该有所耳闻吧 没听过 能总结在二十字内吗 哦 其实 英雄协会创立之初 是为了应付 激身的怪人灾害 在大富豪阿格尼的号召下 政商界合作创建期的 至今已有四个年头了 但现在 许多人对这项政策和运营体制 表现出了疑虑 再加上 部分英雄战斗时 造成了过度破坏行为 以及 英雄之间不相互配合 而接连赞败等因素 让民众对英雄的信赖 在经过山洞 他们对协会的不满声浪更是高涨 形成了一股 集体批判的舆论潮流 同时 各媒体也都开始争相爆料 诸如 盗用民众的捐款 协会职员的丑闻 英雄的形象 那是一落千丈啊 如果再这么继续发展下去 英雄协会 怕是要覆灭啊 知道的挺详细啊你 诶 这白眼翻的 可杰洛斯 则还没完 又听起继续说道 不仅如此 一个名为 尼尔黑洛斯的组织 已经在英雄协会内部进行人才挖角了 而且 应对怪人的系统 和几余英雄的待遇也都很不错 据说是应用了英雄协会培育出的技术知识 并以英雄协会犯下的错误为前车之鉴 架构起的更加优良的英雄组织 对此 其余一脸疑惑 就是 谁说的呀 尼尔黑洛斯的猎头 并且在尼尔黑洛斯旗下 职业英雄的层位也有所不同 叫做尼尔英雄 目前 英雄协会在侧职业英雄大概600人 但是 新英雄协会的人选 似乎已经超过了2000人 而且 协会内优秀的英雄 他们都足以问候了 估计有S级英雄会跳槽吧 听词 兔头不爽了 都还没来我这啊 再加上 还有实力不为大众所知的影视高人 也都预备加入 所以 自己也准备加入 说不定也能在那里找到变枪的现作 而他 这么急切地想要变枪 则是为了复仇 为了讨伐 四年前 夺走自己的一切 真实身份不明的疯狂改造人 呃 猫妹问一句 那个叫疯狂改造人的家伙 现在还活着吗 说不定老早就被人打爆了呢 但金若斯却汹涌成足 肯定没有被干掉 因为他查阅过资料 在英雄协会失礼后的数据里 找不到关于他出没的情报 只有事件的记录 又保留下来 被登记为了指定凶恶怪人 哟 你莫不是忘了为师我了 不是职业英雄 而是被我干掉的可能呢 但金若斯仍旧坚定不移 身为那个疯狂改造人非常强悍 就算是其余老师出手 或许能赢 但若真和他赞斗过 应该会对这么一个强者 印象深刻才是 真的假的 没问题吗 我说 我几乎不记得打倒过 哪些怪人呢 真是太小看为师我了呀 金若斯 随即便来了个灵魂拷问 那现在的你 也打不赢那个敌人吗 这一问 金若斯迷茫了 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让自己找到了他 那么 自己非隐不可 所以 哦 我正在考虑 是否要跳槽去 尼尔黑洛斯 这样啊 那加油 实际上 尼尔那边 希望我能介绍些 我给予高评价的人过去 如果老师不置疑 留在英雄协会的话 要不要一起跳槽呢 以我推荐的话 多半会受到领域的 再说 协会到现在 也没怎么肯定 老师的实力 能一下如何呢 嗯 我就算了 好麻烦哦 啊 那我也算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喜欢的朋友帮忙点个赞哟 这里是小曼的卖聊 那么之后 其他英雄又有何动静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